中国最近发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这一下可炸开了锅 不光全球顶尖的飞机引擎制造商们紧张的不行 整个航空工业都跟着震了好几下 大家都在议论 中国居然自主研发成功了一款新型发动机 叫做CJ1000A 不少专家都说 这事很可能要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行业格局 说不定能打破劳斯莱斯 通用电器这些老牌巨头 几十年来的市场垄断地位 那么问题来了 这款万众瞩目的CJ1000A发动机到底牛在哪 它的出现又会对传统的发动机制造企业 甚至整个航空产业带来什么影响呢 接下来咱们就好好聊聊这个事 不过在深入了解这款发动机的核心技术 以及它的研发可能会怎么改写行业版图之前 咱们得先回顾一下它的发展历程 看看这事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话说时间倒回到2011年的北京航空展览会 当时中国最大的飞机制造企业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第一次向大家展示了CJ1000A发动机的金属模型 这在当时看来可是他们要进军航空发动机市场的一个重要信号 据当时的项目负责人说 启动这个发动机研发的初衷 是因为中国当时的新型客机C919完全依赖外国的发动机 所以他们觉得必须得搞出咱们自己的国产民用涡轮风扇发动机 这样才能真正驱动我们自己的国产飞机飞起来 不过按照中国一贯的风格 关于这款发动机研发进展的消息放出来的比较慢 这甚至一度让一些业内专家觉得这个项目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停滞不前了 几年之后负责研发的机构终于发布了一个进展公告 明确说了全尺寸的验证机研发工作正在按计划稳步进行 经历了多年的设计和零部件开发 中国在2017年正式宣布第一台CJ1000A验证机总装完成 这个机构特别强调 这款验证机对于验证很多关键技术来说至关重要 它为未来几年实际发动机的研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验证机的成功亮相 中国也明明白白的告诉大家 之前关于自主研发的承诺可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这款验证机的主要作用就是验证那些核心技术 为以后实用型的发动机研发铺平道路 它的出现有力的证明了中国在北京航展上的承诺不是吹牛 而是已经变成了实际行动 现在这款发动机已经初步具备了商业化应用的条件 那么它到底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 首先从核心部件来看 CJ1000A是一款高旁通比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它的主要目标是给中国商飞的C919客机提供动力 这可是中国第一款自己研发的载体客机 目标是跟空客FA20neo系列和波音737 MAX系列 白白手腕 具体负责这款发动机研发的单位 是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 民用航空发动机事业部 所谓高旁通比的设计 简单来说就是大部分进入发动机的空气 不会通过那个燃烧的核心部分 而是通过一个大的风扇通道绕过核心流过去 采用这种结构的主要好处是 发动机更容易实现更高的推进效率 而这个特性直接决定了它能够达到高效率的水平 当然很明显中国不是想完全颠覆现有的技术 而是在利用现有的成熟技术基础上 来开发我们自己的国产发动机 从性能参数来看 CJ1000A的设计推力范围 大概在22000到44000磅之间 这个性能指标跟以前给空客A飞20系列 和波音737系列飞机提供动力的CFM56 和IAEV飞500发动机家族是完全一个水平的 这次选择把CJ1000A的性能定位 在现有主流动力装置的范围内 再次说明了中国瞄准的市场 正是目前有普惠公司 惠特尼公司以及CFM国 继通用电气航空和赛峰集团的合资企业 这些巨头们占据的领域 另外根据一些报道显示 这款发动机的旁通比大约是9比1 简单的说就是没有1公斤空气 通过发动机的燃烧核心 大概就有9到10公斤的空气 会通过前面风扇液偏的环形通道 因为发动机产生的主要推力 不是来自高温燃烧的气体 而是由前端风扇驱动的相对低温 低速的大量气流提供的 所以这款发动机在燃油效率 和整体运行效率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在设计方面 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 已经确认CJ1000A会采用经典的双转子布局 它的核心工作原理是这样的 内转子轴连接着高压压器机和高压涡轮 而外转子轴则把风扇和低压压器机 与低压涡轮连接起来 这种结构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关键在于它能让高压涡轮和低压涡轮 各自以最佳的转速运行 这样就能实现效率的最大化 并且提升发动机的动态响应能力 咱们再深入看看发动机的内部结构 前端是一个单级风扇 后面跟着三级增压段 再往后是十级高压压器机 在高压压器机的后面就是燃烧室 在涡轮部分包括了两级高压涡轮和六级低压涡轮 如果你对其他现代航空发动机的设计比较了解 你会发现CJ1000A的结构跟它们非常相似 只是在极数和尺寸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 至于风扇 CJ1000A采用了18片钛合金空心宽弦风扇叶片 采用这种风扇设计主要是考虑到 它可以减轻叶片的重量 降低离心载荷和叶片惯性 并且能显著提高气动效率 此外燃烧室采用了单环形结构 还配备了用3D打印技术制造的燃料喷嘴 这意味着这些喷嘴可以做出更复杂的形状 从而减少零部件的数量 优化燃油和空气的混合 降低泄漏的风险 并且能显著提高燃烧效率 降低排放水平 中国看来也很清楚 发动机高温部件的性能好不好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镊基高温合金 定向凝固柱件 以及单晶涡轮叶片 这些先进材料和工艺 这些材料非常关键 因为它们能承受更高的涡轮进口温度 并且延长发动机的使用寿命 这意味着发动机可以有更长的服役周期 从而减少频繁的维护修理和大修需求 大家都知道在航空领域 发动机不需要因为维护而停飞的时间越长 它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就越强 根据公开报道 中国正在全力以赴的推进 先进高温合金及相关制造工艺的 自主研发能力建设 但是关于CJ系列发动机 到底有没有采用单晶涡轮叶片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 在了解了CJ1000A的技术参数之后 咱们就把重点转向目前的测试流程 和已经取得的成果 正如前面提到的 关于CJ1000A发动机 是否采用了单晶涡轮叶片 目前确实没有很确凿的证据 那么在了解了CJ1000A的这些规格参数之后 咱们就把注意力放在当前的测试阶段 以及它的进展和成果上 就像之前说的 中国实际上在2017年12月 就启动了这款发动机的首次重大测试 第一台验证机 在经历了大约18个月的制造周期后 完成了总装 这对于一个在航空工程领域相对来说 比较低调的国家来说 绝对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是中国迄今为止最强烈的意图声明 我们的设计和制造体系 已经成熟到足以承担整机集成的任务了 不久之后的2018年5月 这款发动机在上海的试验舱内 成功完成了首次试车 根据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发布的报告显示 这款发动机在测试过程中 达到的最高转速是每分钟6600转 这进一步证明 中国正努力通过性能能够媲美那些 已经量产多年的发动机的技术 来巩固自己在市场上的地位 这次地面测试标志着技术验证工作 从零部件和子系统阶段 正式进入了关键的压气机 涡轮 密封 润滑 以及控制系统 在实际运行条件下的综合验证阶段 工程团队还获取了非常关键的性能数据 这些数据将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发动机的性能 这次地面测试标志着研发进程 从部件和子系统验证 向整机系统验证的重大跨越 关键的压气机 涡轮 密封件 润滑系统及控制装置 都在实际工况下进行了运行 工程团队同时获取了关键的性能数据 这些数据将有助于改进之前 被认为可能还不够好的性能指标 2023年3月 CJ1000A发动机在完成了一系列地面测试之后 迎来了它研发历程中一个最重要的里程碑 首次飞行测试 官方报告显示 这款发动机的制造商 在一架改装版的Y-20运输机上 进行了首次飞行测试 这架飞机被用作飞行试验平台 在这次飞行测试中 工程团队的主要目标 是收集关于发动机的飞行性能 振动特性 转子动力学 以及耐久性等方面的数据 官方证实测试结果非常令人满意 发动机的表现完全符合预期 简单来说 把发动机放到真实的飞行环境中运行 有助于全面验证它的各项运行特性 更重要的是 这能让工程团队准确地找到哪些方面 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这一举动有望进一步提升它的性能表现 让它能够躋身同类发动机中的领先行列 通过观察这些重要的测试里程碑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正充分利用多阶段的验证路径 希望能够打破长期以来 被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的航空发动机市场 它们的流程是这样的 整机总装地面试验台测试以及飞行测试 但关键在于最终测试所产生的数据 以及中国如何将这些数据 转化为实际的市场竞争优势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 发动机的喘震预度 在不同推力设置下的运行稳定性 振动斜拨 风扇叶片的寿命预测 热力学性能 以及结构耐久性等方面的数据 行业专家和分析师普遍认为 中国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个阶段 将极大的决定最终产品的成败 它到底能不能真正颠覆现有的行业格局 并且逐步抢占传统发动机制造商 长期占据的市场份额 虽然CJ-1000A项目 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测试里程碑 但是它的研发过程 仍然面临着不少挑战和潜在的困难 首先正如我们之前指出的那样 中国还没有完全成为航空工程的强国 这意味着我们相关的产业体系 还有很大一部分 处于发展和完善的阶段 具体来说 中国在超级合金材料 单晶涡轮叶片制造技术 陶瓷机复合材料 以及精密冶金工艺 等关键领域仍然处于追赶先进水平的状态 毫无疑问 在缺乏制造发动机关键高温部件 所需的高性能材料的情况下 中国要达到市场所要求的高效率水平 将会面临巨大的挑战 此外 技术转让和供应链的完全自主化 也是一个很重的负担 正如本视频开头提到的CJ-1000A的研发初衷 一部分就是想让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企业 摆脱对西方发动机制造商核心部件或关键组件的依赖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从许可证生产和进口零部件 转向完全自主生产 显然是一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过程 要实现这个目标 中国必须确保供应商 测试设施和专业人才之间 存在深度且结构完善的垂直整合体系 而这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才能完全建立和完善 毋庸置疑 这种依赖性肯定会导致整个研发进程受到一定的限制 这意味着中国目前仍然需要继续依赖西方国家制造的部件和零件 来组装这款发动机 这种做法被一些人认为适得其反 因为很多人觉得 这与其说是一款中国制造的发动机 不如说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组装而已 为了扭转这种看法 中国必须加快生产线的整合速度 并且确保发动机100%采用国产零部件 CJ-1000A项目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 在于设计的成熟度 或者说目前在这方面还存在明显的不足 问题的关键在于 在商用喷气式飞机发动机领域 制造商必须能够证明 他们的发动机能够在合理的成本范围内 长期保持最佳的运行状态 这意味着发动机必须在数千次的飞行循环中 展现出极低的故障率 无论面对气候变化 飞行高度差异还是运行压力 等各种复杂条件 任何细微的设计缺陷都会暴露出来 事实上这正是西方主要的发动机制造商 比如CFM国际 普惠公司和罗尔斯 罗伊斯公司长期以来一直追求的目标 因此他们投入了数十亿美元 用于研发和优化设计流程与测试理念 目标就是从最初的设计阶段 就把这种高可靠性融入到发动机之中 这又让我们回到了CJ-1000A 目前这款发动机还没有积累足够的飞行小时数 或运行数据 因此还不能被认为是一款真正成熟的产品 尤其是在用西方标准来衡量的情况下 这意味着在目前的情况下 没有任何西方的飞机制造商敢于冒险 把它作为自己飞机的发动机选项 这也意味着这款发动机的市场可持续性 在未来的某个阶段 可能会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大问题 究其根本原因在于 如果这款发动机仅仅是给COMEXC919 这些国产飞机提供动力 那么它整个生产体系和经济可行性 都会严重依赖于有限的国内机队 而历史经验表明 即使获得了强有力的国家支持 单一机型的项目也很难支撑起一款 商用涡轮风扇发动机平台的整个生命周期 简单来说 设计成熟度的缺失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使得这个发动机项目 在还没真正走向国际市场之前 就可能面临失败的风险 我们同样不能忽视日益加剧的政治摩擦 出口管制以及技术禁运等因素 可能对发动机的研发进程造成负面影响 例如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这款发动机所使用的很多先进材料和子系统 都来自西方供应商或者是中西方共同开发的 然而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 以及日益严格的出口管制 使得获取这类关键技术变得越来越困难 果就是中国在实现发动机性能 效率耐久性和环保合规性等方面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道路将会更加艰难 此外 试航认证环节也将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挑战 因为这款发动机如果想要获得国际使用的许可 就必须满足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和欧洲航空安全局 ESA制定的极其严格的试航标准 而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 这些机构与中国民用航空局 CAC之间的双边合作已经明显降温 这使得多边认证在短期内变得极其复杂 甚至难以实现 在目前这个局势持续下去的情况下 这个目标在短期内恐怕很难达成 现在中国最明智的做法不是急于求成 而是要精益求精 必须持续的迭代测试和完善CJ-1000A发动机 直到它达到真正的设计成熟度 现实情况是开发一款世界级的商用涡轮风扇发动机 需要几十年的漫长过程 西方国家也不是一蹴而就的 像CFM-16和普惠JT-8D这样的经典发动机 也是经历了多年的不断重新设计 故障排除和渐进式的技术突破 才最终成为如今公认的可靠性标杆 而这正是中国必须为CJ-1000A所走的道路 如果想赢得全球范围内应有的认可 就必须这样做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 中国一旦下定决心攻克某个技术领域 就具备快速追赶的能力 看看智能手机和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展历城就知道了 中国在这些市场起步比较晚 初期远远落后于西方和亚洲的成熟企业 然而在短短20年间 中国就构建出了如此庞大而高效的本土生态系统 一跃成为全球产业的重要引擎 同样的道理 CJ-1000A需要持续推进技术进步 国际社会的认可终将随之而来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